反恐和移民立场强硬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指责总统奥巴马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利的开放移民政策 导致美国更容易遭受恐怖袭击 华盛顿牛报则报道 特朗普涉嫌利用旗下的慈善基金作为涉及他生意官司的诉讼费 特朗普在北卡罗兰娜州的竞选活动上指出 最近在纽约和新泽西州的攻击事件之所以发生 是因为美国目前过于宽松的移民政策造成的 特朗普对希拉利穷追猛打之际 华盛顿邮报则揭发他过去十年挪用旗下的慈善基金 特朗普基金超过25万美元捐款作为生意诉讼的费用 如果报道属实 特朗普将违反监管非牟利团体和组织的法律 特朗普的长子JR特朗普 在社交媒体上的一则贴文和图片也惹来非议 他将彩虹糖比喻为叙利亚难民 并说其中三颗会让你中毒身亡 你会一把抓来吃吗 JR特朗普的贴文也引起彩虹糖制造公司的不满 公司指彩虹糖是糖 难民是人 这样的比喻并不合适 感谢观看